正品 Airpods 3 還沒發佈上市 房品就已經開始出貨開售了 我們前前後後收集了渠道里 5 款比較有代表性的房品 得益於這些年的工藝改進 現在的房品和正品擺在一起 反正正面這乍一眼看去我是分不出來 我們是怎麼分辨的呢 很簡單 看看有沒有碼 在工廠出貨批發環節 房品是不敢打碼 怕被查貨 當然作為終端用戶的你 也千萬別以有碼無碼來判斷是否為正品 因為零售批發市場里 它有專門的那種打碼店負責打碼 外觀再逼真 一拆見真章 我們先來拆耳機的本體 房品的一大特點 就是耳機的本體 比較輕 我們先來拆正品 拆解我們直接從合模線入手 熱風槍 100 攝氏度 加入一分鐘後 用刀片沿合模線割開外殼 全部割蓋後 找好下刀的位置 用力一扭 即可將正模部分和耳柄部分分離 接著用鑷子插入電池下方 挑出電池 取出電池後 可以看到排線經過電池一路延伸至耳柄內部 內部通過粘膠進行固定 接著 轉移站場到耳柄末端 同樣是以合模線為突破口 插入刀片直至尾部鬆動後 用手即可打開 打開底部 底部是一顆麥克風 四周通過粘膠固定 負責通話時的收音 微微拉出麥克風就可以看到 連接麥克風和耳機底部充電觸點的排線 向內看去 耳柄內部 還有邏輯部分 和天線模塊 不想破壞排線 就只能暴力切開外殼 切開外殼後 用手一掰取出邏輯部分 用鑷子挑開粘在外殼上的麥克風 即可將外殼分離 接著直接將包裹正膜的外殼割開後分離 即可看到 蘋果定制的高正幅驅動單元 實測單元直徑在11毫米左右 單元下方是一顆皮膚識別傳感器 它可以區分耳朵與其他的表面 只有當你戴著耳機時 AirPods才會播放音頻 翻至排線的背面 是一顆向內式的麥克風 這顆麥克風負責檢測你聆聽的內容 並以此 去調整低頻和中頻音語 為你實時定制音效 再往下走 是一顆來自瓦爾塔的 鋼殼 扭扣電池 電池往下 是降噪麥克風 儘管AirPods 3 沒有降噪功能 但這顆麥克風 還是會在你通話時盡可能降低風噪 繼續向下 是LDS 天線 和力度感應器貼片 貼片下方 是使用的 SIP 系統級封裝的 蘋果 H1 芯片 最下面 就是剛剛提到的 通話麥克風 正膜 電池 天線 H1 芯片 傳感器 以及三個麥克風 耳機內所有的零部件 全部都 集成到了一條排線上 相比正品的繁瑣 防品耳機 整個拆機就簡單多了 3下5除2 果然 不管什麼價位的防品 都是粗之爛造 用料 能省則省 你們看這40塊的 解底方案4號機 相比130塊的惠連方案2號機 明顯在發聲單元 內置電池上 都有縮水 那麼現在 拿出你的耳機 千萬不要用手機自帶的養生器 屏住呼吸 一起來見證 玄學時刻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我们内部的八人盲听的结果 五号的正品赢了五把 没全赢的我倒也不意外 不过让我惊讶的是 居然还有人选择了低音混的一塌糊涂的四号为第一 我自己听下来 正品相比房品 听感肯定要更加的干净 最后我们来看耳机盒 所有房品都支持iOS开盖机连 这个其实已经是小case了 就算是最便宜的40块的房品都做得很逼 这个屁怎么是小写的 太不专业了吧 房品和正品一样都支持磁吸和无线充 不过我们实测发现 房品的无线充电功率不是很稳定 我们接着来拆正品耳机盒 150 度加热一分钟后 使用超薄金属拆机片 插入外壳与耳机座舱之间的缝隙 十分吃力地滑动 发现无济意识 只好上我的大杀器搅磨机了 直接给外壳开了几条口子后再用敲绑 才勉强把它制服 相较拆解正品耳机盒的九牛二虎之力 房品们 弹指一回轻轻松松团变 就这么一堆简陋的玩意儿居然实现了AirPods 3的绝大部分功能 什么空间音频 Siri 语音通通拿下 从道德和法律上来说 房品不管品质多好 必须应该被谴责和追责 这没有什么好讨论的灰色底带 黑就是黑 但是从制造的角度讲 我觉得有些憋屈 那只拿货价120块的一号横旋房品 虽然内部做工不咋的 但是它用10%的价格做到了正品90%的体验 该有的功能全给你填上了 你都有这种技术水平了 好好做点正事不好吗 感谢观看